大家好,我是宋,一个生活和奋斗在澳洲的中国大妈 在13年的一天,年近40的我,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 为了让自己尽快摆脱第一段婚姻的阴影 和为女儿寻找更好的生活 我怀着美好的梦想,踏上了澳洲的土地 虽然在刚到澳洲的时候,由于年龄偏大,不会英文 经历了很多磨难和困苦 但是,澳大利亚的美丽和善良仍然深深地吸引着我 在之后的几年学习和工作的时间里 我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澳大利亚的人文文化 了解的越多,我就越被澳大利亚这个美丽的国度所深深地吸引 这里风景秀丽,四季如春,八面环海 澳大利亚是一个多元和包容的社会 它不仅给全世界各地的超级富豪和高科技人才 能以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的签证来移民澳洲 同时,他也以他那宽广无比的胸怀 接纳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配偶签证 尽管这些来自海外的配偶 相当一部分是英语文盲 没有很多工作技能 但是澳洲政府仍然本质 以人为本 爱和家庭永远排在第一位 以无私的胸怀 接受着这些海外的配偶移民 并为他们提供无私的帮助 来让他们更好地融入澳洲社会 同时,澳洲政府又源源不断地 接收着国际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难民 来移民到澳洲 不管是你所生活的国家经历了战乱 还是你在原来的国家经历了任何的迫害 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 澳洲政府和人民都会以他们宽广的胸怀 无私的接受你在澳洲的这片土地生活 并给予你很好的生活 我在特赴读书的时候 班上大部分的同学都是由澳洲政府接收的 红十字会人道主义难民 有很多是从叙利亚 缅甸 老澳等战乱国家过来的 当他们一落地的时候 澳洲政府就会给他们提供免费的房子居住 提供一定的生活费 并给他和他们的孩子 整个家庭提供良好的受教育机会 以便于他们在澳洲的这片土地上 更好地融入到当地的生活 当初我作为一个没有签证的黑民 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 认识了小我19岁的澳洲淳朴本土男孩 经过一年多的接触 我们决定生活在一起 在我们十几年的婚姻生活里 虽然也有挫折 但是更多的是欢乐和幸福 在这里我要怀着无比骄傲和自豪的心情 对世界上所有的朋友宣布 我和我老公的婚姻生活 就是澳洲多元文化和澳洲包容社会 最好的体现 一个从海外移民来的没有签证的黑民配偶 和一个澳洲本土男孩的结合 我们通过共同的努力 实现了我们的澳洲梦 在我拿到PR的那一天 澳洲的移民官坚定地握着我的手 对我说 女士 你是澳洲的母亲 我们必须让你留下 并且沉挚地祝福你 在澳洲找到自己的幸福 过上美好的生活 那一刻 我又一次被感动了 在之后的几天时间里 我收到了移民局的支票 移民局把我第一次和第二次的申请费 悉数退还给了我 我的移民律师告诉我 他收到了移民官的来信 移民官希望他转告我 这些钱能帮助我开始在澳洲的新生活 如果说我老公是我进入澳洲的一把钥匙 那么在这儿 我只想说 澳洲的移民官 警察 法官 澳洲所有善良的人 都是对我新生活的一个重启件 这些重启件 是澳洲人 澳洲社会 澳洲政府 一次一次的用他们的善良 胸怀 和乐于助人的精神 来帮助所有进入澳洲的新移民 去开启我们灿烂的人生 在我移民13年的时间里 我不仅收获了爱情 幸福 快乐 自尊 也收获了来自上帝的小天使 我和我老公的小女儿 今年也快八岁了 大女儿也在初中毕业那一年 顺利的来到澳洲生活 在澳洲读书 深造 工作 学习 已经很快的适应了澳洲的生活 我和我老公两个人 也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 在这几年的时间里 我们两个艰苦创业 创立了自己的自主清洁品牌公司 不仅为澳洲社会做了贡献 也解决了很多刚入澳洲新移民的工作问题 我和我老公我们两个的婚姓 家庭和事业 在澳洲这片自由的天空 在澳洲这片肥沃的土地 浊壮壮成长 在今天视频的最后 我想给朋友们说 生活就像我们学习英文一样 它有过去史 现在进行史和将来史 当您正在经历生活中的磨难 痛苦 请你把它当成过去史 学会忘记和原谅 勇敢地走向现在进行史 努力地过好每一天 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用自己勤劳的双手 去按下自己生活的重启键 迎接自己美好灿烂的明天 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朋友们的观看